上课的影片都在这边 包含就是上个礼拜的 然后至少你要把这些东西熟练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做其他的应用 包含就是说你如果将来要把这些东西 当然至少我们前面一定要熟悉 这个Excel里面内建的大概250几个函数 那因为每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它有一定的规则性 所以即便你没有用过 你至少要把它的使用方式 这个诀窍抓到 但是Excel的函数虽然你250几个 不过里面很多 其实还有很多工作是 里面函数没办法帮你做到的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完成 那理论上 那你可以把那个公式做得很复杂 一样可以做出结果来 甚至像上个礼拜有一个就是 326那个班级 那个姓名查询 那个部分的话 那你也可以用很多很多的一堆的函数串在一起 然后最后还要执行这个所谓的串列 一样可以把结果做出来 不过相对起来 我觉得反而你不如用VBA算 因为其实我发现 在那个Excel里面提供的函数 它即便做得到 但是问题实在太困难了 反而甚至我觉得比写程式还困难 而且它只能写在一行 就是说你全部都要写在一起 然后错错在哪里 有时候你也不太知道为什么 反而步骤甚至比那个 就是写VBA还来的更复杂 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我比较建议 你干脆就写VBA算了 所以有些同学刚开始他不能接受 觉得VBA好难 但后来慢慢发现 VBA写熟了之后 发现比写函数还更简单 所以之后很多时候 他干脆就不用 就不需要函数了 直接就写VBA算了 为什么 因为很直觉 你就是反正主要 当然我们结构一定会有回圈 你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或哪一栏到哪一栏 告诉他一个范围 然后再来做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判断哪一件事 比如说哪一班 哪一班 如果那个if哪一班找到了 比如说上面那个清单里面的班 跟那个范围里面的班 比对一下 如果是的话 要做什么 把那个资料复制过来而已 复制的话就是来源写在后面 要写的写 写到哪里写在前面 OK 那不就会有个搬移的效果 那就把程式写出来 你会不让一下就OK了 事情就解决 甚至我觉得比那个用函数来解决 反而相对的还要简单一些 那当然你要把那个VBA写出来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我前面呢 有举了几个这个范例 那我想你还就是把那些范例先熟悉吧 如果你要再写更上一层楼的东西的话 你这些简单的都没有办法做到 后面的话恐怕那会更辛苦 OK 那其实我也没有讲太多的这个范例 基本上不外物就怎么把你的公式丢到 储存格里面就Sales物件 或者是Range物件是范围 OK 那回圈加逻辑判断 OK 那顶多的话上个月要做一个K K的话就是你要放在哪一个位置 反正从哪一个初始值物 然后每下一个K等于K加1 一直把它往下 那这样子就可以写出我们要的东西 那当然如果你对于那个VBA 还是不熟的话有一个过渡的东西叫录制聚集 那所谓录制聚集就是说 有些城市你实在不会写 写不出来的话 没关系你先录制 录制之后再来修改也是OK的 但是毕竟是过渡时期的一个 算是一个功能 至少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写不出来 你也可以用录制的方式来做 另外你要懂的编修 那所谓的编修就是你要知道你录了什么 你要加一些注解 加在前面 然后要改的话改哪些地方 这个我想前面我们也有举了一些历史 就是好像在第一次还第二次上课里面 有讲到录制聚集 我想你们回去可以再把它熟练一下 那其他的话还有一些VBA一定要会的 像变数 把资料像上个礼拜讲那个K 那个K实际上就是一个变数 那K这个名称不见得一定要取这个K的名称 你叫A也可以叫X也可以 那什么叫变数 因为那个范围资料会变动的 所以我需要有个数字暂时存放 有没有 所以是上课的K等于5 那他预设值就先把5放进去 那加1之后就变6了 再加1变7 那也就是说这个变数 这个变数里面的资料可以被改变的 那个叫变数 有点像是简贴簿 简贴簿你也可以把它当成Ctrl C C其实就等于一个变数 那这个是预测变数 就是你Ctrl C一次 他就先放你现在的资料 但你再Ctrl C一次 他又把它盖掉了 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一样的哦 只是说呢 这个简贴簿里面只有一个变数 所以变成你现在复制了 下一次复制 前面的就不见了 那在程式里面 你可以宣告很多个变数 你叫K嘛 你再来就是在I、J、H、L 反应都可以 名称的话随你取 不见得也可以取这种简单的名称 你取一个复杂的名称就OK了 但是这个变数就不能用数字就对了 你不能说我这个用一个1 当变数名称 1等于5 他一定看不懂 1就是1了 你怎么会变5呢 OK 所以你变数不能用那个数字来 一定要用英文字 或者你可以加什么 K1 K2、K3这样可以 但你不要用1 大概是这样变数 那回圈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for回圈嘛 forI就是列 forJ就是蓝 对目前大概这样就够用了 不过呢 回圈还有另外一种回圈 就是叫do while回圈 这个for回圈是范围 比如for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列 一个范围 那如果以后不是范围 是一个条件 就是你一直帮我重复做 直到某一个条件 改变的时候 那我就离开这个回圈 你一直做到没有资料为止 可不可以 OK 或者你什么 像合并 多个工作部好了 你帮我一直合并 合并到没有档案为止 就是第一个档案抓出来 先放一个新 把它变一个新档 然后第二个档再放进去 直到最后已经都没有新的档案了 那就离开回圈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要 那个do while回圈 这个也许比较进阶的部分才会讲到 那逻辑的话不外乎 这个逻辑我想 就一辅吧 对,一辅一定要很熟 那一辅的话呢 后面你可以给一个逻辑吧 那逻辑你中 如果要连击 或交集 交集就end 所以你中间可以加一个and 或者是说呢 如果你条件的话可以加一个偶尔 而且这两个都要true 偶尔的话就其中一个true就ok了 那当然不是只能放一个 你可以 这个end 然后这边再加一个end 可以 再一个end 再串到后面 再一个end 反正你可以很多个条件 最后这些条件都为true的时候 它才会去做底下的事情 所以 大概逻辑 它又一辅多重逻辑 我没有讲过 除了说if else 两重逻辑之外 你还可以什么 else if 有没有 ok 那所以这些其实前面都讲过 其实你只要把这些熟悉 大概我想你的VBA基础部分 应该是没问题了 但仅限于基础 ok 如果你要说你已经学得很厉害 那当然不可能 所以其实程式 你要把它学到熟 恐怕不是短时间 所以我一直强调 像这种东西 怎么可能述成 对 你说述成班 那当然我觉得这有点骗人成分 所以你看到程式可以述成 我觉得应该不可能 像你看学一个语言 你看学英文 我们学这么久了 你说真的还能对答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是不行 好像 像我也常跑 像 常跑日本 一直有个缺憾就是日文不好 像我也很认真在学日文 我学了很久 但我感觉我好像还是 还是 就是感觉还是学的 没有说那么好 ok 感觉好像 当然 要把它学好 一定要长期奋战 所以当然我不会放弃 我一定还是 反正我只要像我开车之后 我就把那个什么 它那个日文的对话 虽然我刚开始完全听不懂一句 但慢慢我发现 这个经过多次的repeats之后 好像越来越听懂他们在讲什么了 ok 一样的道理 像这种程式语言也是一样 你要把它学好 我想也没别的诀窍 就是反正不断的去 所以影片也是蛮好的 就是你可以把影片多看几遍啦 所以像这种东西绝对不可能 你看一遍你就会了啦 如果你看一遍就会 我就说你是天才 ok 所以 为什么要把影片录下来 因为我知道 大部分人都不是天才 对 如果你是天才 你就可以选择不用再重看了 如果你是天才 但如果你不是天才 如果你真的想学好 那我建议 你就多听几遍吧 在你不会的地方反复听 反正你第一次听有第一次感觉 第二次听又有不一样的感觉 哪一天突然 哇终于懂了 原来老师讲的是那个意思 ok 如果说你听一次又懂 那你真是很厉害 不过我发现大部分很多 但也有啦 不过真的是万中选一 真的是凤毛麟角 我遇过那种学生真的是天才型的 城市看一遍就会写了 而且会写 而且没写错 天哪天才 真的 但有多少很少 大概你一万个大概容易遇到一个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还是尽量 我觉得像我也不是属于天才型的 我也是属于努力型的 你们要以为我好像老师都都本来就会 没有 其实我是比别人更努力型的 我花非常多时间 大家都没有看到的 ok 而且我还努力 而且其实我还不是现在一直就停在这里 我还不断在学习 也只要有新的东西 我就会再把它精进 就像说你们遇到问题 像同学会回馈给我 我好像有更好的方法 我现在就上课的时候 那我干脆就讲更好的方法 就像上个礼拜讲的那个三二六 也就是类似 因为之前有同学就是我教的时候是教他用那个函数 然后一串他进行串列 进行正列 最后同学说老师你这个方法实在是没有VBA好 所以我上个礼拜就直接跟各位讲 你就直接下拉清单 自动就把这个 一般的资料自动拉过来 二班的话就二班之后拉过来 三班就三班之后拉过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实际上我干脆用VBA写 其实是最快的 那怎么写还记得吧 ok 这个我想回去你就是尽量知道 知道怎么做之后的话 一定也要跟着做过一遍 如果你跟着做过一遍ok的话 那表示你真的学会了 而且再来就是你要把它用在工作上 那多用个几次之后 我想你应该就会更加的顺手 那里面基本上就这样 我们一样 先从这边for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二列 所以for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二列 当然十二这个数字可以变动 然后如果这一个跟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这个前面的A栏是相吻合的话 所以if range H2等于它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范围的话你会发现一个I 为什么I的范围从2到12 也就是A2到A12 意思是两个比较一下 就是前面H2跟A2到A12比较 那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一个阵类 就跟那个函数里面那个大瓜糊意思是一样的 只是说那个大瓜糊真的不好理解 而且不好写 然后他只能写在一行里面 写错了你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所以有同学问那个网路上有提供 有人就教那些方法 我是比较推荐 如果像那个部分 倒不如你用VBA来解 有时候反而比较简单 这是我觉得 而且很多同学也这样觉得 这也是同学回馈给我 所以后来我就比较没有在讲那个大瓜糊 如果你想知道我云端上有解答 你就照着做一样可以做出结果 但是我真的不推荐 反而这个我觉得很直觉 你就是这个跟这个范围比对写法就这样 如果这个跟这个范围比对 如果一样的话 如果一样 那就把什么呢 把他的B栏的资料放到哪里 放到它的G栏 有没有 应该三班 三班的话应该是这边 如果是三班的话 他就会往下找 找到这个了 找到他 这个match就把这个 刘 刘砖宏 复制到这边 应该叫复制 复制的方法就是这个后面 有没有 这个放后面 这个放前面 他就复制过来了 那因为这个K 是因为我们从第五列开始 所以K等于5 有没有 然后再往下一个 因为你不能一直在第五列 OK 所以要把K等于K加1 这样就OK了 把这个B放到区 把C放在H 一个罗布的坑 就对应过来就OK 其实像这种写法 另外还有更聪明的写法 你可以用把它当 因为其实这个是四个储存格 但是也是一个范围 你也可以把它当一个范围 range 哪一个储存格 到哪一个储存格 点copy copy到哪里 copy到这个储存格的位置 其实也可以 这种另外有写法 我又补充在云端上面 比如说你可能是 不只是四栏 可能是四十栏 那四十栏如果不是写四十行吗 这时候其实你只要写一行 一个range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四栏不多 所以写成这样是OK的 如果你栏数越多 你就可以写成用range 那至于怎么写 我在云端上面 下方有补充 你们可以找找看 如果你想要把程式 再更精简一点的话 可以那样写 不过其实这样写已经好OK了 然后最后的话有一幅 就会有end的一幅 有for就有next 最后就end的sub 完成了 所以程式并不多 顶多是上面这个是清除 清除什么 清除里面的资料 因为如果没有清除的话 那会产生旧资料会留下来 好有没有 一般的话会留下来 所以会有个clear contents 那最后的话 因为我们本来是从什么 从这边去执行 加一个按钮 那有同学说老师 可是加个按钮 每次按一下不方便的话 你可以要什么 在这个工作 因为这个工作表 他是把它当一个物件 当这个工作表 所以有没有发现 对应的关系就是他 就是他 在VBA里面指的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刮胡有没有 续折一 指的就是他 所以你可以看刮胡名称 他怎么样呢 他里面的储存格 只要有被change的 所以后面这边 这边是一个物件 叫worksheet 就是这个工作表 这个物件 它change的话就是发生什么样的 它叫程序 其实就是发生什么动作 就是一个什么 当这个工作表里面 只要其中一个储存格 或范围改变的话 改变哦 那这个时候的话 会触发一个shitz 它change 那它会有一个 这个by value 这个VL就value by value就是用什么 用尺 用资料 告诉你哪里变的 那用什么资料呢 用一个target的物件 这个target的物件就是 哪一个储存格改变的 s range 就是说 它可以当一个储存格 也可以当一个fine 因为可能是一个储存格 被改变 也可能是一个fine 被改变 然后呢 我们就判断什么 如果那个target address target里面有个属性 叫这个address 它是哪一个储存格被改变 如果是h2的话 那我就call 班级 这样子就可以做到了 OK 上个礼拜最后有讲到 我觉得这个范围 其实还蛮值得大家去再把它 咀嚼一下 稍微真的了解过 并且能够把它改 改成你工作里面 比如说你资料来源跟报表 你可能会有一个变动 每1到12月份自动 1月1月报表出现 2月2月报表出现 那其实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可以把它做到 OK 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礼拜 这个范例 稍微再复习一下 另外的话呢 我们一样就是先讲一下 简式与参照这个范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